今天請歷史哥來跟我們談談最近非常熱門的影劇話題 為什麼是影劇話題 因為公視拍了一部歷史劇叫做《查經》 繼上次斯卡羅裡頭很多的歷史事實被批判之後 《查經》受到了更多的關注 而且更嚴厲的批判 被罵到連編劇都說以後再也不編劇了 那事情到底怎麼發生的呢 因為《查經》裡頭講的是這一個國府 國民政府遷來台灣之後 為了要遏制通膨所做的一個做法 叫做4萬的舊台幣換1塊的新台幣 就是把舊台幣換成新台幣的這個幣值 轉換當中是4萬換1塊 結果造成了很多人破產 大概是這樣的故事 但是《查經》的劇本裡頭告訴大家說 這個決定是美國要求的 美國要求當時的國民政府 你要改革你的通膨 改革你的貨幣政策 要發新台幣要用4萬換1塊 把鍋推給美國人 所以民進黨的決心就生氣了 就是我們跟美國這麼好 怎麼可以用美國來幫國民黨洗白 這大概是整個事情的爭議 的爭結點 所以4萬換1塊 到底是不是美國人叫我們做的 其實這個事情大家就很好查 事實上很多人就去翻他原文 原文跟劇本有出路 就是後來出書了 作者是說他是先寫劇本才寫書的 所以原始的創作是劇本 所以劇本先 然後呢後來寫成書 結果書裡頭的確講這個決定 是國民政府自己決定的 但是劇本卻演成是美國決定的 所以大家就吵成一團啊 就是說你這個編劇不尊重援助啊 所以最後也發生了編劇 跳出來講話這件事 一開始呢到底是不是 就是美國壓迫國民政府要4萬換1塊的 公式的小編蠻白目的 就跳出來說 欸這件事情很重要嗎 這不是本劇的重點 我們的決定我們的重點是 那還原那個時代的這一個相關 台灣的產業外銷 茶業外銷等等 但是這不是重點喔 那他不是重點這件事情就炸鍋了 就惹毛一堆人了 明明就是重點是想把國民黨洗白 怎麼不會是重點 錯都是國民黨的錯 不能夠是美國決定壓迫叫國民黨 爸爸不會錯 對 所以就是鬧到最後我們看到 這個編劇非常無辜 這編劇叫做黃國華 他說呢 他是先寫劇本才寫書好不好 但是呢 因為拍劇的時間比較長 所以後來書先出版了 所以大家以為說是書先出 甚至有人懷疑說 這個你沒有忠於原作 然後編劇就崩潰了 就說我兩個都我寫了 劇本跟小說都是他單承責 與他仍無捨 因為他是這個劇本的創作小組當中的主創 那的確是有其他的協助 但是書也是他寫的 所以他被罵到翻了 說從即日起 我再也不寫書 也不出版任何小說跟戲劇作品 財經書籍 我以示負責 這樣可以了嗎 大家可以閉嘴了嗎 結果顯然沒有 大家繼續吵 繼續吵說這是幫國民黨洗白的歷史劇 我覺得這個太犧牲了 財經書籍可以出來 這跟前面沒關係 他就是因為有財經專業 才被來邀請寫這個劇本 因為是要還原當時的相關的 但是我是說純財經沒關係 那個編劇大大 這個還是要户口飯吃 他應該是氣炸的 真的是氣炸的 覺得才太可怕了 只要碰到台灣的歷史 就是會惹禍上身 那最後這個公司的小編 其實公司小編是點滴把火的 因為他告訴大家說這件事不重要 到底4萬換一塊是國民黨決定 還是美國政府決定 這件事不重要 就是這件事激怒了絕青 不是國民黨決定的 這件事當然重要 因為4萬換一塊 這件事造成了當時很多人倒閉破產 包括了查經的這一個江阿新 破產都是因為你4萬換一塊的原因 所以怎麼會不重要 很重要 於是就吵到了現在 那到底當時是發生了什麼事 就算這件事情現在看起來沒有證據 沒有百分之百的證據 證明說到底是 美國有沒有暗示國民政府這樣做 或者是國民政府自己決定 那當然比較多的這個史料 都是偏向國民政府自己決定 因為美國不會管你這種小事 那時候要管全世界在二戰之後 這個遍地戰場 遍地通膨的事情都管不完了 還是有一點 但美國是持保留意見 但是以當時美國來說 他並沒有是很強力的去介入 就是各個盟幫在做些什麼事情 他應該忙死了吧 用時間管理台灣要怎麼換新台幣 他忙著在跟蘇聯玩全球競爭 對不對 全世界發生通膨的 他的盟友不知道有多少 他還來管你台灣新台幣怎麼換舊台幣 這件事情 現在秀玲姐已經把事情講得很清楚 我們可以基本上直接斷言 這叫惡毒側翼的內戰 就側翼互搖 本來寫這個劇已經90%在罵國民黨了 但是這個側翼顯然不滿意 你不能90% 你也99.99% 要純金級的 這個茶金怎麼可以不是99.99K金呢 你又是公共電視好不好 你這個公共電視都已經被民進黨收編了 還不乖一點嗎 對不對 所以我想這個也顯示台灣很可悲的一個事情 就是說這個側翼已經殺到道道見鬼 因為大家都想上位 大家還記得楊慧如去哪裡 楊慧如去科技部 好像之前有講過 就是大側翼的頭 我們叫蟑螂頭 已經上位了 現在下面的小側翼積極想上位 所以我還看到一個過去叫PTT的名人 對於火辣身材著稱的 那是誰我就不說了 重點在下面留言 他被推得很高你知道嗎 我就想說 所以這個側翼互戰 他就在佔茶金的劇組 那他是怎樣 是贊成茶金 挺茶金的還是反茶金 當然是反茶金 他覺得說你怎麼可以去扭曲歷史 可是我們要回來想一個問題 請問秀蓮姐 甄嬛傳寫這個雍正朝的歷史嗎 對不對 有人去抗議甄嬛傳裡面 把雍正寫的亂七八糟 你說戲劇就是戲劇 是 歷史 紀錄片就是紀錄片 以歷史為本的改變 對你剛才講對了 紀錄片跟戲劇就是不一樣 那為什麼會吵成這個樣子 我們就一直在想這個 請問甄嬛傳大家不建議啊 老實講啊 他們把雍正寫的很像色胚有沒有 雍正其實不好色 其實清代的皇帝 大部分都不好色 只有同志皇帝 不是因為國民黨 現在還存活在台灣的這塊土地上 他會跟未來的選舉政治利益有關 如果四萬萬一塊造成通膨這件事情 這個定調被定論的話 如果這個鍋 國民黨不揹的話 要美國人揹的話 等於現在幫國民黨洗白 這才是重點 我覺得蠻可悲的 就是說 這個因為 滿清已經涼透了 所以大概他就不聊他了 那你現在就是其實基本上就是炮打國民黨 藉著這個劇 斯卡羅也是 我們今天也會稍微聊一下斯卡羅 所以這整個我們就整理一個事情 就是說到底有沒有為國民黨擦枝磨粉 到底有沒有 對 這個第一個 當然是沒有啊 查經裡面就把國民黨把四萬萬一塊 這件事 砰的一文不止嘛 罵的就是當時有多少人崩潰 然後第二個國民黨當中的責任是多少 所以我們今天從這兩個脈絡去梳理 那我先講一個小故事 剛好今天早的時候 我老爹載我去做高庭 然後我就講到真實 他說 他有開查經嗎 沒有 他沒看 他沒看 但因為經過 他沒有經過 但是他的爸爸 就是我阿公 然後我 當時是 當時應該是阿祖 他說 他的阿公就是我的阿祖 當時說有一大堆的錢 然後拿去換 那個時候是日據時代嗎 對 二戰後期 日本殖民的 不是當時已經換到1949年了 那時候阿祖還在 然後阿祖那時候 當然是他還沒出生 但他聽他爸爸講的故事 就說他們就拿很多很多的錢磚 去換錢 就4萬塊塊 可是我就想很奇怪 因為大家也知道 我們老家是非常綠的 但這件事情 他並沒有罵國民黨 他並沒有去忌恨國民黨這件事 因為家族記憶會遺傳 就像我阿公對日本人的記憶 非常的糟糕 為什麼呢 因為我阿公的阿祖 是被日本人害死 所以他這是意義上 他對日本人的印象之壞 非常的深 可是為什麼4萬塊一塊 我爸講起來 沒有一個家族的記憶的不爽 因為理論上要不爽 所以我就在想這件事 那我們剛好 我就想到說 這個應該當中有一些歷史脈絡 也就是說4萬塊一塊有這麼的壞嗎 真的是有這麼的兇嗎 因為歷史是延續的 所以我們不能像我們的促轉會 對不對 促轉只從國民政府來開始促轉 不去促轉日本殖民時期 所以我們就把鏡頭拉回到殖民時期 登登 這位就叫嚴建俊二 他是什麼呢 他是台灣總督府默認的主機課長 那大家也知道主機課長就管錢 管這些發鈔什麼的很多的事情 他對數字對錢他是最了解 他後來回到日本之後 他就寫了一本叫秘錄 終戰前後的台灣這本書 那這本書有被翻譯成中文版 不過在台灣非常難找 我有上網去找 幾乎很難找 只能從其他一些轉述裡面來找到 4萬塊一塊 其實那是後面的事情 真正的開始是什麼 從日本殖民時代末期 末期大家知道 打二次世界大戰 是全球性的通膨 為什麼打仗 死人物資消耗 沒人在生產 生產減少 那肯定要漲價的 而且要死很多人 所以這個悲劇並不是說 4萬塊一塊而造成什麼差距 而是它是一個延續式的 我們要先了解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我不是要幫國民黨擦脂抹粉 我是要把歷史給還原 他在裡面就有講到 日本在接收 就是在等國民政府來接收之前 其實財政已經很壞了 那可是有一個問題是 當時日本在台灣要很多的雇員 那這些雇員要不要領錢 要啊 他回到日本會不會失業 會失業啊 而且當時日本狀況也很糟 而且日本已經被麥克阿瑟 所率領的盟軍總部所佔領了 那怎麼辦呢 日本的庫房裡面 還有一大批的錢 但是還沒發出去 哪一張呢 我們看一下 這個叫做 叫做五尊千元券 這是一個千元 日本銀行 這個發行 OK 那理論上來說 我們發鈔要有準備金 但是日本當時 你想殖民地我都要撤回了 我發鈔 大概就不用太理他 沒有責任的問題 馬上國民政府要來接收了 但這個接收空中期有70天 那怎麼辦呢 現在滯留在台灣 準備撤走的這些日本官員 他們生計如何 他們要償還 還有很多是什麼 你日本殖民政府 在台灣也有很多的工程款 欠款 各種該發的薪資 不管是日本人還有其他的 怎麼辦呢 很簡單 他們都在想到 我們庫房有一堆鈔 和這些鈔如果我現在 發下去的話 那如果照日園發下去給這些人 這些人再把這些日園帶回日本 那完蛋 我日本戰後已經 這個經濟狀況已經很不好了 而且通膨很嚴重 如果你有看過那個 《營火蟲之歌》 宮崎駿的電影 你就知道日本戰後 那非常的淒慘 很多的無業遊民 因為一系間什麼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通膨就 你的儀式沒有加點 那怎麼辦呢 很簡單 我們看一下他的背面 這個叫做 看東西要看門道 台灣銀行 我把它加住 加這個住就厲害了 加這個住就代表怎樣 只有在台灣能發行 是他朋友的手法 他也用在韓國 然後也用在哪裡呢 也用在當時 聽說日戰香港 其實說 我有去看了一些 收集鈔票的一些玩家 他們說這個叫聖品 為什麼 因為台灣的韓國 就朝鮮的都找得到 香港的 這個比較稀有一點 所以如果你可以收集 這個三件套的話 那你是頂級的收藏家 但為什麼要加住這些 加住這些只代表一件事情 我可以做區隔 那我發 那你想當時我發出去之後 然後我回來 如果我又可以區隔的話 是不是我可以翻臉不認帳的 這個可能性 果然日本政府就這樣幹 他怎麼幹呢 我跟大家講很簡單 第一個 他這個 因為要巨大的補償費 跟補償金 那我這批錢要運過來 這批錢有多大呢 厲害在哪裡 他當時飛機飛過來的時候 這個鹽田俊二 鹽劍俊二這位先生 他是負責去押送這批鈔票的 他塞到飛機裡面完全沒有空間 但是在空間裡面 整個機艙塞的滿滿 而且大家知道 這是最大面額的鈔票 那他的總發鈔量有多麼驚人 日本在日值時代50年 發了13億多元 發了13億多元的台灣銀行券 就是像這樣的台灣銀行券 那這個是日本印的 他加蓋台灣變成台灣銀行發行 因為這個有諸事會社台灣銀行 過了兩個月 發行量已經多到28億9千7百萬 嚇死人了 簡單來講 我直接翻倍發行就對了 就像現在美國印鈔票一樣 一直印QE 一直印鈔票 然後讓你們大家 就看起來我們美元 好像一直源源不絕 其實是為了搜刮你的物資 所以FED的主席POWER 這要怎麼講了 他們應該要像當時的日本的大帳神 大帳神他們財政部看齊 這個才是真正的QE 怎麼Q呢 你看這像他等於是50年 發不到這一次70天 就從日本戰敗到國民政府來接收 這70幾天左右的空窗期 他多發了一倍半左右的量 13億增加到28億 就是要在他離開台灣之前 把最後的台灣的東西買光光的 而且日本人更狠 當時我發了對不對 那我如果這些錢帶回日本就完蛋了 很簡單 你不能帶回日本 玩這種手法怎麼辦了 只好大量去收購 所以這件事 我的阿公就有講過 不是我爸爸這邊 我媽媽那邊阿公 他就說當時 他以前跟我講的故事 我那時候聽不懂 他說你本來要走的時候 我四個家子 那市面上到時候就講 而且還有台灣的有些公務員也有拿到 所以當時為日本服務的公務員也有拿到 所以當時市面上到好處充斥紙鈔 亂七八糟 那你想二戰末期 台灣已經被抽乾鞋 抽乾骨頭 而且又受到美國的大轟炸 其實很多的身材也停滯 糖藏也毀掉了 所以其實已經不太好 然後又這樣子搞 就是亂七八糟 當然也有人講說 當時日本人最後要撤走的時候 他的很多物資是被國民政府接收的 但是這件事情我沒有查到確切 所以我也交給各位網友 大家一起來探討一下 到底他們這樣子亂買的東西 到底有多少運回日本 還是沒有運回日本 那所以我們可以了解到 就說4萬塊一塊的基礎是什麼 其實是這個 前面已經有一次惡性的通膨 就是五尊千元券這件事的惡性通膨 而且這個通膨是非常驚人的 我們隨便想就好了 QE從QE發成這樣 我們的股市已經漲爆了 對不對 QE發這樣才就已經漲成這樣 更何況他是發了 這個1.3到1.5倍的等級的量級 這樣去發能不報嗎 那國民政府來的時候 也看傻眼了 所以後來馬上就光復了 那我們就看到這個光復的時候 對不對 大家是很開心 掛了旗子 可是所有的隱憂才在背後要爆發而已 大家還記得這個228事件裡面 這個茶器走石煙 打死人這件事情 確實是造成當時民情怨恨 不過 事實上打死人這種事情 在日本時代有少過嗎 這個沒有少過 而且這事情我早上也順便問了我爸 我爸說 不要說這個日本殖命事情 民國政府剛來的時候 人命其實也不太值錢 他的很多兄弟姐妹 生出來就咬折的也有了 長到一個層次 可能不小心鄰居的孩子怎麼樣 他以前跟我講過 鄰居孩子可能不小心打到什麼頭 然後就掛掉了也有 不是就是那個人命的重量 跟現在的重量 其實有落差 所以我們有時候做歷史 我們要神怒回到當時的這個時光背景 可是當時人為什麼那麼生氣呢 其實那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道場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大量的通膨 那你說這個事情跟後面有什麼關係 因為我們知道民國 這個民國38年撤退來 這個是中央政破遷來台灣的時候 才有這個所謂的4萬 就是隔離人就換了嘛 就1950年 194950年的時候就換了嘛 那可是1949年換了嘛 那可是呢 228事件是在之前 所以其實228事件的時候就在承受那個通膨 你知道嗎 228事件的真正的爆發 因為我們都有讀過 事實上就是物價藤貴飛漲 那不就是通膨嗎 那這通膨是通什麼的膨 其實就是日本人撤走之後 國民政府發現 哇靠怎麼那麼虧空這麼多啊 可是他們也沒有準備 也不了解說怎麼這樣 那日本人老實講 他是非常不負責任的啦 那你家的事情 反正呢 這塊第二黃給你了 那就是你的事情 我就拍拍屁股就走人了 那 他1比1換 所謂的舊台幣 所以舊台幣的暴漲是這樣來的 舊台幣的暴漲的基礎 並不是國民政府來徵收這種暴漲 他是延伸沒有錯 可是是因為日本前面 濫發了太多的鈔票所造成的 因為濫發鈔票所造成的通膨的失控性 絕對會遠帶於物資緊缺 所造成的通膨的失控性 這一點要記得 有一個很基本的例子 就是星巴威 我們會記得 我每次要笑說 哪個地方惡性通膨都會說 要用星巴威幣 用了好幾個布袋上街 才能買個麵包 你知道星巴威那時候扯到什麼程度嗎 這個早上中午下午 這個麵包的價格都不一樣 台灣那個年代好像也是這樣 我聽到幾個經典的故事 就是畢業旅行只能安排半天 中學生的畢業旅行 因為早上去的車票錢 跟下午回來的會不一樣 所以一定要在早上就趕快回來 不然下午就買不到車票 可以回家了 我甚至看過一個例子 就是說 講到說這個通膨很嚴重 說怎麼辦 每天廣播三次 張晶雅小妹妹 你阿嬤家你回家吃泡麵嗎 但是這個泡麵 頭十十塊 中島二十塊 阿翁三十塊 就是用廣播去告訴大家 現在的物價到多少 物價已經漲到哪裡去了 對 那很多人就問我一個問題 早上我爸也問我這個問題 他說靠 那個時候的人有對金融這麼的熟悉嗎 怎麼可能通膨他多發 他們會這麼清楚嗎 這大家都 因為我們很多人不是學經濟的 包括我也不是 所以其實今天做這個主題 我們也是科了很多印書 但是大家瞭解 其實經濟是個有機體 我們要用這種去理解 那個元朝 他們也印紙鈔 因為你知道紙鈔是中國人發明的 宋朝的時候有所謂的 北宋有所謂膠紙 南朝有筷子 到元朝所謂通保 大元寶朝 元朝末期的時候 黃河氾濫很嚴重 當時他們的宰相都拖拖 把黃河治得非常的好 可是河工要什麼呢 當然要吸水 朝廷沒錢了 被花光了怎麼辦 印啊 以前是有準備金的 元朝人就有準備金的想法 說我們印應該沒關係吧 一印下去 完了 元朝的經濟崩盤 所以元末群雄士氣 什麼朱元璋 陳友諒 張士誠 一大堆都跑出來 這些人 其實 這個就是一個經濟崩盤的例子 元朝就會 元末民粹就會經濟崩盤 更何況是到這個時期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以為 這個經濟 他看不到我看不到有可能嗎 超發一點點 有企劃式的超發 它會引發小量的通膨 那個是健康的 可是這種讓目的沒有準備金的超發 那是真的是危險的 所以其實這個故事 我稍微把它做一個中間的小節 然後我轉進下一個 所謂的4萬塊的問題 其實應該要這麼說 一塊換4萬 它其實是ending 從日本殖民末期 因為二戰所引起的大量混亂的通膨 的一個終結點 所以他不用這個方法 是沒有辦法終結這個惡性通膨 但是必要之二 一定要這麼採取這個做法 是 因為其實這個是日本人中下的禍 所以這個是美國要你做 還是國民政府要你做 真的聽起來好像不重要 反正他就一定得這麼做 不這麼做是不行 但是我們要回歸到一個問題 好 那我們剛才就說 那我們國民黨要怎麼來處理 是合不合理 就說你應對通膨合理不合理 行嗎 修林姐我問你 你發了很多鈔票 那我現在把它換小張 那我問你 新的小張會不會在通膨 就是說在經濟體系的運作當中 如果你經濟的體質沒有改善 它還是會發生生產來不及供給的問題 新巴威是個經典的例子 我另外舉一個例子叫希臘的例子 希臘在二戰的時候 他也是參戰國之一 1944年的時候 希臘當時經濟很嚴重的通膨 43年 當時希臘還沒換歐元 希臘的貨幣叫德拉馬克 這個德拉馬克 1943年最大面額叫25000 德拉馬克 到了1944年的時候 已經到了天文數值的個時百千萬 我已經算不出來了 它的總通膨率據說達到了85億 所以這個數太大 我真的算不算 不是我的錯 我剛才在那邊頂很久 我怕我講錯了 大家也可以幫我們留個言 你如果對希臘貨幣是熟的 你就知道 而且他換過兩次超 他44年的時候 先用一個新的德拉馬克 換舊的德拉馬克 這個先換過一次 到了1953再換第二次才穩下來 連續換兩次 所以最終終結的通膨率是85億 你知道這個數字差很大嗎 它這個是百萬億 大概是 我們是4萬換一塊 它應該是幾百萬換一塊的吧 不是它是幾百 它換算下來的話可能是 我真的算不算 5000億之類的 5000億換一塊 那乾脆不要換了 所以它最後 應該是50億 50億換一塊 直接就作費好了 對 它這個數字真的太大了 我們歷史性抱歉 這個數字比較敏敏感 所以總之它最終通膨率是85% 這個其實搞不好比新包還恐怖 沒有新包可能是更恐怖 挺小的 但是重點是為什麼 因為希臘第一次換 為什麼有通膨 其實很簡單 準備金不足 我們還是要回歸到金融的那個概念 準備金的概念 那好 4萬換一塊 新台幣有惡性通膨 後來有再換嗎 就沒有了吧 為什麼 因為其實當時是有準備金的 這個講起來 我覺得大陸的觀眾可能會咬牙切齒 為什麼 因為當時老講就是把黃金搬來台灣 搬來台灣之後有一個傳說說 搬來台灣軍費全部花光 錯 其實很多是拿來做所謂的準備金 總共80萬兩黃金 這一批黃金到現在 還在新店的中央銀行的戶房裡面 據說很多民進黨的立委 爭相去看過這樣子 然後我以前有老師 他們也有去看過 他說那個金子 是怎麼樣的 放久了 上面會採一層綠的 睡一層綠的 我問老師為什麼會睡一層綠的 他說可能因為當時的熔煉技術 不夠完 不夠完整或是怎麼樣 有一些 他可能那個銅會比較結在白 因為我們知道金跟銅還活的 它是很容易混在一起 他說上面可能會有一層 不知道是怎麼來的綠色 不知道是發一些霉 還是什麼 他說他去看過是綠的 我說這樣子希望我們有機會可以去看 我是沒看過 是老師跟我們講這個故事 這因為有準備金 再加上寒戰爆發美元來了 事實上就穩住了新台幣 所以你可以說這KMT其實運氣蠻好 所以你如果說用4萬塊換1塊錢台幣 全部都 我說我不能說國民黨不應該背這個波 因為畢竟他接著日本的盤 你就該背一部分的波 可是你不能去忽視前面日本人 那這70天的瘋狂發鈔 而且這麼過分 你庫房裡面印了一堆錢 你不敢在日本發 然後你把他用飛機運到台灣來 還有機艙都站滿了 然後發出去 然後把台灣的繳成一團村 一腳的亂七八糟 然後拍拍屁股沒事 難怪我們今天轉型正義不敢做 因為這樣日本大格格的 這個屁股就露出來了 你知道嗎 這個就是迷猴的屁屁 紅紅的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就是我們常常在探討歷史的時候 所以我們拉回到茶經這個故事 茶經的故事 就是用四萬塊去講說 國民黨當時做這些事情到底合不合理 我覺得不完全合理 認真講 因為你沒有去把整個故事的脈絡探究 但是裡面如果說 這個時候的國民政府 如果不是做這個決策的話 有其他的方法可以遏制當時的通貨膨脹嗎 好問題 有嗎 因為全世界各國都在做同樣的事情 因為二戰之後 大家的這一個整個生產的機制 經濟的結構都被破壞 所以都會面對同樣的問題 所以這可能是一個唯一的處理的方式 是 所以就是因為當時是世界性的一個問題 那你要怎麼做 其實基本換鈔是沒辦法的 為什麼 因為紙幣是什麼 紙幣是信用貨幣 信用貨幣 信用貨幣就是它沒有實質價格 沒有實質價格它依賴的是政府的信譽 那政府信用來自於幾點 第一你政府穩不穩定 第二個你有沒有實際的支付能力 那當時的國民政府 其實來到台灣的時候 把黃金帶來了 它有沒有實質支付能力 它是有一定程度支付能力 那它穩不穩定 韓戰爆發之後就穩定下來了 那你說這4萬塊換過來之後 傷害很大 我相信一定有人受傷害 絕對有 不可能沒有人受傷害 可是有 有啊江阿興啊 查經的江阿興 江阿興是很生氣的 可是 為什麼我的家族記憶 就是我爸爸早上告訴我那個故事 他說那時候 這個就是點很多的鈔票 我說那他們有很生氣嗎 他說好像沒有 所以為什麼 因為一般的漁村的老百姓 他們其實也沒有那麼大量的貨幣 他們大部分 因為我們要知道在日本時代 台灣人真的是 窮得跟配鬼被抓走了 我之前也講過 像我阿興他們 周圍都是甘蔗田 周圍都是稻田 每天吃什麼 寒雞腔 家裡面有什麼東西呢 有時候 我記得我阿嬤也跟我講的故事 比如說家裡要慶祝什麼 抓一隻雞去跟鄰居換東西 鄰居家的菜篷有重點東西 抓一隻雞又換 有的時候在鄉下的地區 甚至是以物易物啊 所以當你是以物易物的時候 你受到這個衝擊很大 所以真正產生憤恨 我想是城市的一些商資產階級 他大概會受到一定程度的衝擊 可是這就是時代背景 你說有恨到說 國民黨非死不可這種程度 不是說要幫國民黨變白 而是 這你就想幫國民黨洗白了 對我們這樣講 他一定說 歷史哥就是國民黨的側翼 最近有人在洗我這個 上一集我們被民進黨的側翼進攻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就舊歷史論歷史了 不要覺得去講這個 那到後來我也要幫查經的編劇講點話 就說歷史改編劇嘛 對不對 有人在罵甄嬛傳嗎 甄嬛傳是架空時空 然後把他套到一個歷史劇裡面去 可是為什麼這件事會興起這麼軒然大波 這反而是個有趣的事情 為什麼 大家不覺得很奇怪嗎 大家還記得 所以我現在來挖我前面的坑 填我前面的坑 李仙德還有印象嗎 斯卡羅 就是我們那時候講到斯卡羅的時候 然後李仙德不是有一個 我們外國在台灣的帥哥演出嗎 可是李仙德這個人其實是歷史渣男 大家知道嗎 他當年好像電視劇裡面把他引成英雄 然後跟著原住民有好多的互動 好像很尊重 還有很多情感投入 結果人一轉頭跑去日本外務省 擔任官職 然後當代陸黨 把後來 後來日本在侵略台灣的時候 把這些原住民 當代陸黨打得落花流水 死傷遍野 那我想請問李仙德 有人建議說 他是個渣男 結果變成一個美男 沒人在意啊 為什麼 因為這裡面李仙德是美國人 而日本殺的原住民是誰 一個是大爸爸一個是蛋哥哥 所以其實台灣的問題還是在那裡 我每一集都在講同樣的邏輯 台灣就是個次殖民地 我們就是沒有解殖民化 我們其實對於日本 甚至對於現在在對我們實施所謂的 這個次殖民地的美國爸爸 對不對 我們一點怨言都不敢說 怨在心裡 比如說萊豬 大家其實心裡很美壽啊 我問很多說 其實美國人不應該對我們這樣子嗎 那為什麼不能標示呢 我也覺得很奇怪啊 我說對啊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怎麼我們那個豬肉要貼台灣標章 不能貼美國標章 或者是貼美國的萊劑的內涵 所以今天其實我們的解殖停留在什麼 物理上 因為國民政府來啊 拆了很多 拆了很多什麼 神社 性價 到處拆 比如說像齊山 高雄齊山老街 上面有一間孔廟 他以前是神社 那個神道都很明顯 然後他把它改成孔廟 之後物理破壞 可是呢在社會精神層次上 其實並沒有做戒指的 我套一句我的好朋友 也是我很尊敬的那個 舒爾康醫師講的 台灣人其實集體精神 疾病的狀況當中 並沒有從那個所謂的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解答出來 所以你看 一扯到 一扯到美國爸爸 這件事情 大家想查接這個事情就是因為 美國爸爸本來是沒有表態 你說他是他表態要換 因為這樣一點點的差異 爆了 斯卡羅裡面 原住民被殺那麼慘 幕後的兇手就是李仙德 就在裡面演得又帥氣 又傻脫又浪漫 有人去執政他嗎 沒有 然後有人去說 後來這些什麼狼牙 十三番色這些原住民 搞不好還跟蔡英文的祖先 有一點血鬼 他不是自稱他是南 這個南島羽族嗎 搞不好那裡面有你的祖先 因為這裡離峰港也很近 牡丹社離峰港很近 你怎麼沒有去幫他深淵一下 他們被日本人殺了多少 日本人是拿飛機大炮在打人家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種事情 怎麼會是這個樣子 怎麼會是說 有這麼大的差異 其實台灣人真的有點精神疾病 我們沒有辦法去公平的看待歷史 我們現在其實就是先射箭再畫吧 事實上 這就是一個情緒的作動 反中情緒 我為了反中 我必須要跟日本大哥哥好 必須要跟美國大爸爸好 美國大爸爸好 美國大爸爸 對不對 日本大爸爸 對不對 就這樣子 我覺得 其實蠻 讓人家覺得很別扭 而且最近老實講 民意難又在操作這個情緒 這四大溝通在猛然燃燒 事實上茶巾的背後也是代表這樣的意義 茶巾繼續熱播的結果就是國民黨很壞 那蘇貞昌反四大共同的跑道是什麼 四個不同意台灣更有利 國民黨亂下去 國民黨茶巾裡面還在亂 所以他是連結的 大家不要以為不知道 這真的是連結 所以對於蘇貞昌來講 以他那個時代會考上台大 我不相信他四十五斤背不熟 他才會講出 戲不會偷殺 背不會偷龍之類的這種講法 就四為八德都亂苦難 所以我講的真的 那我最近去做了一個街坊 我自己跟我的幾個朋友去做街坊 我也感受很深 台灣人最近 其實我就有點精神壓力 最近我有看亮哥在我們節目上講 2026年非談不可 2027年就要收尾了 對 現在幾年了 2021到2022了 剩幾年 台灣人有沒有感受到這個壓力 有 那為什麼我說街坊差很多 因為很多人說 你知不知道四大公共 日期 好像知道 我覺得台灣人現在就是麻木中 我不關心就不會發生問題 我不關心現實就不會扑命而來 我不關心日子就這樣過下去 所以真的訪了很多人 我訪了年齡層 有從九年級的 到跟我一樣七年級的爸爸 到了六年級的大哥 就是很廣泛年齡層 那個反應就是 你沒有辦法想像說一個社會對於自己的重大議題如此的麻木 為什麼 因為當你民進黨把它操作成一種反中議題的時候 可是中國又 中國大陸又一直崛起 那個壓力是越來越大 那怎麼辦呢 我這個一個越來越強大的東西對撞 然後美國爸爸對我們的索命服是越來越緊 把我們的台積電都現在有七奈米先搬走 五奈米好就把五奈米搬走 但是三奈米撐住把三奈米搬走 而且後面危險的是 其實很多人都講的啦 就是之後會搬很多工程師過去 因為美國工程師是不夠的 比如說美國很多都是讀法商的 他們其實讀工程的不多 這華人社會或是東亞特別愛讀這種應用科學類的 所以這怎麼辦 那抽空啊 那抽空台灣還是什麼 台灣現在唯一給美國看上眼就是 剩下這個台積電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像蘇維碩意思講的 就是現實太痛苦 唯有逃避新方能安 所以這個很恐怖 而且他們最近操作到什麼程度呢 我今天剛好跟我另外一個朋友 他說他去訪問到誰呢 就是最近高雄有一場 也是四大公投的宣導會 裡面有一個在地的反萊豬聯盟的一位 叫做李建成的名譽人士 所以拉布條被帶走的那一位 對他們被壓制很慘 然後結果你知道現場大家很高興 然後他自己回憶是說現場人以為他在演行動劇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前面還排了一個行動劇 什麼行動劇 他們出場是一個小熊維尼 然後大家就去揍那個小熊維尼 為什麼 因為公投是小熊維尼 小熊維尼就代表誰 不是習近平 對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用這樣子把他連結 把公投連結 所以其實拉回 好可憐的小熊維尼 對 所以我覺得拉回到我們今天所談的茶經的議題 他其實就是一個歷史在重塑 我其實用所謂的有強烈政治目的性的去解釋 選擇性的解釋歷史 選擇性去看待歷史 然後把連結之後 台灣人都是受壓迫者 那現在日本美國都是幫助我們的 所以我們只有勇敢去對抗 欺負我們的人 有沒有 那一首很有名的歌 欺負我們的人 誰呢 小熊維尼 習大大 那這樣子 所以我們他其實是一連串 所以為什麼茶經這個事情會跑起來 事實上我覺得他也是一種 就是一整塊對歷史的重塑 意識形態的重用這種塑造之後 所產生的結果 然後這個其實對民進黨的執政 對民進黨想要操縱這種反重的心理 其實是很有幫助的 好 非常謝謝今天歷史哥幫我們解構 然後回到了當年台灣的那個年代 從日治時期二戰末期開始 就有第一波非常非常嚴重的惡性通膨 那當然在日本政府 要交接給國民政府的時候 還大量的印了一批日本的貨幣 那是不是造成台灣 當時惡性通膨的第一個關鍵原因 那接下來當然國民政府到台灣之後 國共內戰對於台灣的通膨 有加劇的一個可能性 那1949年的4萬換一塊 這件事情是茶經的引爆點 但是這個決策到底是國民政府做的 還是美國做的 不管誰做的 當時要解決惡性通膨 這也可能是一個唯一的經濟手段 因為那已經是一個不處理 不行的一個時候了 我不痛懼 就是我覺得我們很多時候 在批判歷史的時候 很喜歡站在現在的上帝視角去批判 可是其實如果當你回到那時候 我就問一句是 你還有什麼選擇 或你有更好的做法 如果可以提出來 我覺得對當時的歷史人 或對當時的歷史才是公平的 所以想要看戲劇的人繼續看茶經 想要研究歷史的人繼續研究歷史 大家不要互相干擾 那我們就要謝謝麗矢哥 今天來SevoOnline跟我們聊茶經 如果你要支持我們的節目的話 記得要加入會員 那也希望你可以訂閱分享按讚 設定提醒收看的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大家